大唱改编歌曲 争取二次创作自由 誓言恶搞无罪 显现了年轻人的无限创意和时事触觉 也令今年的回归日大游行增添更多的活力 一般年轻人走上街头 有的是为了反对正在修订的著作版权法 可能对恶搞作品进行规则 担心这样会扼杀了澳门的创作和言论空间 九成半的人都是玩着人家的音乐 可能是拦掉所有人 你现在又推动的神文化 你又踩回一脚下去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所以我们是完全反对人家网民简称的网络23条 怎么可以刑事化呢 世界上这么多的法律都是为了保障到 很多这些这样的对政府不满的讽刺 是立法特别是保护这些人 为什么我们澳门还要开到车 除了历称恶搞网民 也有游行的市民声援新闻界 抗议新闻局 修改出版法和试听广播法动机不明 当中更有前线记者上街身体力行的抵制修法 影响着我们市民知情权 例如好像今天游行那样 如果政府用这个方法 搞到有些媒体可能播放的 播放都很少 或者索性不播就会没人知道 如果从事记者这个行业 会不会受到有些什么政治的迫害 或者其他形式的迫害呢 这些阴影始终会令到新记者会有个顾虑 有游行的市民认为 新闻局这次修改两项传媒法意象不明 而且焦点只是侧重在成立监管性质的委员会 以及制定新闻工作者守则 又透过修法操控传媒之嫌 他们要求新闻局尽快表明态度 释除公众的疑虑 澳门卫视蔡碧姓陈健 澳门报道